韩国人一辈子离不开三件事 死亡、税收还有三星 韩国第一财阀李建西一手缔造了三星帝国 让这家现代企业的营业收入占到了韩国总GDP的20% 在财阀家族的统治下 韩国的政治也受到不少的影响 三星集团操纵着韩国的经济命脉 李建西曾两次被特赦成为美国方面在韩国的代理人 在政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于李建西一家的家事也是十分精彩 李建西西下有四个子女 其中的三个就让他糟透了心 唯一的儿子李在荣是现在三星集团高高在上的掌门人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韩国检察院盯得死死的 有过当庭被捕的时候 也有非法使用镇静剂被重重处罚 还曾被韩国首尔警察厅金融犯罪侦查队缉拿 李在荣的掌门之位坐得也不怎么稳当 李建西还有三个女儿 作为顶级财阀的女儿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 但是她们不是生来就是享受公主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一些使命在身上 财阀之间最常见的就是通过联姻来巩固家族的地位 二公主李旭贤算是几人中最听话的 早在二十年前就嫁给了韩国东亚日报社长的二儿子金载烈 婚后生了四个孩子 婚姻还算美满 现在的李旭贤是三星集团的副社长 大女儿李富珍也没少给父亲找麻烦 李富珍爱上了自家集团的保安任幼崽 为了能让这个小保安配得上自己 把自己的心上人直接送去留学 在海外混了个高知分子 回国后任命其为三星积淀的副社长 不过任幼崽没有把握住这个走向人生巅峰的机会 浑浑噩噩的生活还喜欢家暴 最后这段公主和平民的婚姻已离婚收场 李富珍没有借豪门联姻来借此巩固家族的地位 甚至还为集团抹黑 公主追求爱情的代价 下场最终是不怎么好的 前有大女儿李富珍下架保安被家暴 后有小女儿李一新为爱殉情 主导韩国经济的三星家族为何总是在爱情上折腰 有了大女儿嫁保安的先例 李健熙也提前打好了预防针 不让小女儿李一新再走姐姐的老路 从小在优越的家庭条件下长大 仅依欲食 比较少地接触到异性朋友 父亲常年忙于工作 不常在身边陪伴的原因 对女儿的看管也没有松懈 从小到大都是读的女校 小女儿才是真正的掌上明珠 小公主一般的存在 在二十岁成人李的时候 就掌控三星集团的股票 不过李健熙并没有让小女儿 接触家族的视野 可能是看过了商场上的腥风血雨 对女儿出于保护的态度 完全地在温室中长大 导致李一新的心理和普通女孩不一样 面对社会并没有成长 只要遭受一点生活打击 就完全承受不了 步了姐姐的老路 最终也难逃悲剧的发生 李健熙不为生活担忧 也不怕家族事业会衰落 凭借着三星集团的财力 在韩国属于 只手遮天的王室地位 长子李在荣也逃不过联姻的宿命 妻子是韩国大象集团 名誉总裁 林昌玉的长女林士林 后来因为两家公司 在生意上有了不小的矛盾 李在荣和林士林的婚姻 最终以离婚收场 二人育有一子一女 出生既在罗马的 三星小公主李元珠 2004年出生 是三星家族第四代的合法继承人 普通人一辈子得不到的东西 小公主却唾手可得 胜在顶级财阀世家 可能是父亲把她保护得太好 也可能是由于年轻的原因 李元珠没绞入上一代的豪门恩怨 在父母离婚后 也没有缺席她的成长过程 在平日里 作为三星掌权人的李在荣 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也会抽出一些时间陪伴女儿 做游戏 看比赛 参加亲子活动 一样都不少 李在荣的确是个合格的父亲 面对记者采访时 也毫不遮掩地向记者们 示爱自己的女儿 即万千宠爱的李元珠 逐渐成长为一个 自信大方的富家千金 身为顶级财阀家的女儿 李元珠不仅有家人的宠爱 还有属于上流社会顶尖的社会资源 从小就在顶级舞团学习芭蕾舞蹈 以主演的身份演出 小小年纪就有了自己的代表作 胡桃夹子 关于女儿的学习 李在荣也非常地重视 出于家人对女儿的疼爱 不想让女儿背井离乡地求学 在家门口的国际学校进行学习 仔细看 这是一个被称为 现实版继承者的合照 照片上一字排开的女孩们 各个妆容精致 自信大方地展示笑容 浑身上下透露着贵气 这些女孩们个个都不简单 不仅有政界大佬的女儿 美国财阀家族的小孙女 还有中国百度总裁的女儿 此时的李元珠被父亲安排 就读于美国的顶级学校 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的李元珠 曾因一张自拍照就遭到网报 年纪不大的李元珠 也喜欢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 就因拍照时拿的不是三星的手机 记录了小心眼的韩国人 一时间评论区就被屋檐碎语覆盖 最后只能将社交账户关闭 才平息了事端 小公主李元珠靠着父母 人生可谓是顺风顺水 将来可能也会卷入豪门大战中 但她却不需要经历平凡人的痛苦 大部分的韩国民众 面对各种各样升学压力 生活压力 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在韩国想要跨越阶层 是难于上晴天 李元珠素来就有千金模板的美称 按部就班的她 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优秀女孩 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豪门千金 和自己姑姑们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李元珠看起来像是家族中 最不是经商的样子 可是相比与她的哥哥李志浩 李元珠却比她强多了 在学业竞争激烈的韩国 利用特招入学 占据入学名额 震惊海内外的闺蜜门事件 正是因为崔顺时 利用总统府的特权 将女儿送入名校 所以利用特权入学 最容易激起名分 为了掩然耳目 李在荣把儿子送到中国学习 又转学到美国名校 后来因吸毒被学校开除 三星集团公关发言人表示 只是短暂的休学 第四代首位继承人都难当大任 作为撑起韩国经济命脉的龙头 三星的未来就等同于韩国的未来 如果掌门人难当大任 那么整个韩国都要遭殃 因此 李在荣出面回应 自己的孩子不会成为 三星集团的接班人 是真是假 普通民众也不会跟财阀玩心机 小公主李延珠 似乎是日后继承人的唯一首选 因现在还年轻 日后家族里的明争暗斗 谁又能让着谁呢 商人的后代 选择经商无可厚非 在巨大的财富面前 有多少人能不心动 年轻的李延珠 也在渐渐成年后 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